泰国是一个遍地美食的国度 除了大饭店里的高档餐饮 一些路边摊的小吃也是十分美味 这波泰国的华欣从早餐开始就好吃得不得了了 而且价格也是便宜的吓人 现在我们就在华欣 华欣什么地呢 找到谢润就找着它了 谢润酒店旁边的一条街 都是当地的小吃 喝地咖啡 多少钱 7株 7株 100株 可丁时候了 来吧 你好阿姨 我玩 一会儿一会儿 来吧 猪干汤 绝对是最美味的 猪血 好吗 20 OK OK グs 太棒了 这么多 20泰铢 何人币 4块多钱 不可能吧这个 这放了一些蒜蓉,炒的蒜蓉,这是什么东西,有啥啥,肉丸,猪肝,猪肚,猪肚,猪结,太棒了,绝对是美味。 刚才我们吃了一下猪肚汤,有点咸,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尝一下泰国正宗的咖啡。 这什么东西啊,跟要汤的似的,就说这是咖啡。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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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我们这20株,4块钱就太值了,20株,所有就是那一杯,这全都是正经的咖啡。 然后呢,里边放上冰,还放上椰奶,24块钱,泰国这账值吗这个,星巴克不差吧。 这一连串热的凉的不同的美食招货进去,仅仅花了47泰铢,约合人民币9块多钱。 铁胃刘福瑞还意犹未尽,扫荡小吃摊的行动还在继续。 它这边是两个,一个是猪脚饭,还有一个是潮州的河粉,你看啊,这些呢,都是,我觉得都是下水,太好了。 哎呦,太不错了啊,非常好,非常好,30,30,OK,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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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哎呀,太好了。 哎呦,这都什么事儿啊,这都是啊,刚才啊,我们从头到尾,一共呢,花了是77猪,最后,我还剩这20,买了一个猪脚饭,这个呢,是潮州菜啊,正经的,泰国有很多潮汕人,华新,曼谷,很多都是潮汕人,他们都讲,